哈喽大家,现在是16早上,大家七点半的样子,然后现在早上起来准备下楼吃一下酒店的自住 酒店的自住需要另外花钱呢,我们的酒店是在协手上订的 然后自住的话在楼下,昨天晚上先预约着去的话会便宜18块钱,便宜整天 然后是一万三,大概是七十八,八十块钱左右的样子 那个酒店附近也没啥特别好吃的早餐嘛,因为韩国这边就没有早餐 所以说,我现在准备现在吃个早饭之后,生一生吃饭的转转 今天釜山果然不出意料下雨了,给大家看一下窗外的风景 我们订的不是海景房,海景房这个房子会比我们现在这个层数高级层是可以看见整个大海的 然后那边可以看到一点点蓝色的海,这边就是那个树,然后那边可以看到一点点海 其实如果订海景房了,风景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三个来旅游就决定都去海边走走嘛 所以就没有一定的海景房,但是特别不巧的下雨 其实我们这个福山行是从九月开始策划的,所以那个时候就看不了天气嘛 然后大家也只有这一周能空出来的时间,所以没法改计划 然后虽然今天下雨吧,还是带大家去海边走一走 那我们就先去楼下吃饭吧 这嘴边有一股好,这什么味道 待会去前来问一下 问一下用的什么香氛是吧 用的是什么,什么那个,什么牌子,什么味道的 这个好好闻 有点香皂的味道 用的是有点像木香,有点甜甜的 欧利不亚那种最便宜的都不一定 这光好鬼,搞得我跟鬼神世界里面出来的人一样 真的有点恐怖 对吧 灰色的 这样我没有化妆 其实东西还挺多的 炒饭,薯条,香肠,炒蛋 这是什么 粥粥 粥粥 然后,这是南瓜粥,还有海带汤 然后,这边好像可以做那种拌饭的 这种沙拉 然后,小饼干 面包什么的 那这边有,橙汁,牛奶啊 然后,麦片啊,水果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还行 嗯,七十多块钱一顿早餐这种 在韩国其实还不错了 第一盘拿了点韩式的 然后,还拿了一碗 这个,叫什么 麦片,西领 嗯 这个应该是这么多吃 我们待会再拿一点 然后,第二盘我准备拿点面包 啥子 旁边小哥觉得长得不错 咱俩还没有开始收起拿了 来咯 你朋友在吗 你朋友在吗 嗯 嗯 吃不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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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好像来的那种老年人去鱼之旅呀 嗯 嗯 天生虽然要这么舒服 咱们就是随便玩玩 但是没有差几刹才ches 谎虽牠的 小手吧 ư 嗯 它這個鸡皎羁还挺好吃的 啊 有没有咤 有 Fη Eso姐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都化好妆 然后整理好了出门 外面其实还是下雨的 虽然说风不是很大 但是其实雨还是挺密的 不过我们还是决定来海云台 海水浴场这边稍微转一转 其实我们酒店就在海水浴场对面嘛 所以说如果天气好的话是非常爽的 但是因为今天很不巧的下雨了 不过都来了釜山了 到了海云台了 不来一下海水浴场吧 觉得可惜 所以说我们就 来这边的平台这边稍微转一转 今天海浴场倒是完全没有人 因为毕竟下雨了 哇 爬达达 也不大 给大家看一下 雨过来了 其实如果不下雨的话 应该是很好看的 但是因为好小不巧改了这天下雨 所以我的镜头湿嘞好惨 所以那个酒店住的应该很舒服 面朝大海 但那个绝对很贵 哈喽各位 我们在海边稍微走两圈就来了 海云台的这个星巴克 其实星巴克风景也不错 对面就是大海 就是现在我们坐在星巴克里 这是我点的 韩国这边新上的叫南瓜拿铁 我记得国内好像也有吧 然后对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大海 海边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然后又特别特别的冷 所以说我没有办法在海边过长时间的行走 我觉得釜山还是挺值得来的 所以说我们约着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等天气晴朗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釜山拍拍照啊什么的 今天就真的没有办法在海边过多停留 因为实在是有点冷 然后现在小姐姐要在这儿拍他的新品 然后这位小姐姐在这边喝咖啡 我们就在星巴克简单的休息一下 让你们尝一下 这个南瓜味特别浓 南瓜味特别浓 就是那个南瓜泥的味道 还行吗 对我真的很咸 那个我天天喝 尝一个 我觉得你家楼上的咖啡最好 嗯 美罗泰的咖啡也很好 啊 哇塞 啊 我们就在这边稍微的休息一下 其实我们的日程安排的不是特别的紧张嘛 这次也就是怎么说 一个单纯的旅行的目的来着釜山 所以就是想干嘛就干嘛 走到哪儿是呢 这样简单的玩一玩 哈喽各位计划有变 因为这位小姐姐已经来福山三次了 她说那个水族馆没这么好看 而且也不大 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 我们在星巴克坐了 基本上坐到了十一点半 坐了一上午 其实在星巴克天气不好的时候 看外面的海感觉还是挺好的 就是虽然说不能直接到海边去体会 那个你们大海的感觉 但是因为星巴克的视野很好嘛 可以看到来往的行人 也可以看到大海 然后我们就在星巴克坐了一上午 现在呢我们准备来福山这边 特别有名的一个面包店 然后首饵是有分店的 但是本店是在福山的 然后我们准备去面包店转一转 买点面包 然后中午呢再去出去一起吃个饭啊什么的 其实天气不好吧 的确是有点 有一点点扫兴吧 但是就是因为不好的天气也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放松自己不这么敢行程的理由 我们准备明天去海鲜市场 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我们去福山的海鲜呢 因为海鲜市场其实离福山站挺近的 为什么警察这么多 真的吗 就是这条路上就那条街 街有什么活动吗 福山站这边聚集了很多穿着衣服的警察 不知道干嘛呢 一拨一拨 今儿早上已经十几拨了 全部在这条路上 就是挺喜欢福山这种街道的感觉的 就是比起手腕来说要安静很多 然后人又少很多 现在就走到了那个传说中非常好吃的面包店 叫 哦 继续看一下能不能买到新宜的面包 哦 真的很好吃 哇 他们家这些真的看起来很棒哎 吃什么 哇 真的好香啊 我要吃这个 布丁 哇塞 感觉太棒了 面包爱好者的天堂 这边是各种小的甜点 然后这边 风有点大 听不清楚 现在中午一点多 然后现在雨停了一会儿 我们赶紧从酒店出来 然后 来海云台这边的海边给大家拍一下 因为 早上一直下雨 我们就一直不敢 下沙地这边 现在虽然沙子还有点潮 但是 至少不下雨了 走路没有什么问题 啊 走慢点 急海的 要不然你急都回来湿了 今天因为一天 刮台风 所以其实浪海是比较大的 应该能看见 后面就是大海 这个天在釜山的海边 走不走 感觉还是蛮爽的 哇 是不是再靠近有点危险 过来 那我立即出来了 看到我 你被困在了酒店写发表 遇见了不靠谱的韩国的组员 就会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还是很爽 有感觉 这个风 哇 这个风啊 哈喽大家 今天是下午两点左右了 因为我今天 很不争气地来打姨妈 然后汤汤姐 她们那个小组 作业也没有弄好 所以我们今天 出来的很晚 十五半 然后今天中午呢 依旧在海云台 我们酒店附近 找了一家很有名的吃辣炒小章鱼的地方 店名我会打在下面 这家店基本上是所有的我看过的youtuber 包括vlogger他们都说来福山一定要打卡的一家店 所以说正好也在酒店附近嘛 应该我们就来吃 它是那种五花肉还有虾肉 还有小章鱼一起炒的那种 铁锅炖这种东西 一等来给大家看就知道了 吃饭了朋友们 吃饭了朋友们 吃饭了手机 好好 豆腐 如果到台湾通的地方 各位 现在我们来了 在那位上找了釜山一家比较有意思的好看的咖啡厅 然后下午因为小姐要做做业 然后我在咖啡厅喝个咖啡休闲一下 来 这是我们的计划 然后两位小姐现在就在外面拍照片 这咖啡厅的装潢还挺可爱的 给大家看一下 整体的色调是这楼奶白色的 然后还有二楼 这个是咖啡厅 咖啡厅是咖啡厅 是茄莉 茄莉 我去当它那个招牌吃 茄莉 是那种冻住的 可以插冻住的那种 它是咖啡厅 咖啡錘 咖啡厅 然后这个应该吃 西哥 好 э 我不喝我不喝 真的是胡蘿蔔 拜拜我們知道了 這裡有 大家臉一下吧 2支 phosphorus 2支湧 哈喽大家,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酒店里,然后 也扶向今天的台风,台风叫什么来着?而且台风叫什么来着? 你也忘了,等一下我查台风告诉你 那个台风来实在是太猛了,所以外面基本上没有办法撑伞走路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回到了酒店里面,然后点了一份炸鸡 刚刚欧妮已经要去拿炸鸡了,然后我们一会儿就在酒店里面吃炸鸡 然后喝可乐,现在电视上在放33餐,我们在那边看电视 就是自己在房间里面活动娱乐一下 其实我们想想我好像还没有在我的视频里面跟炸鸡吃过炸鸡 好像是没有吧,只吃过一次烤鸡,没有吃过炸鸡 其实很多朋友们都催我做炸鸡的吃播 但是我一个人实在是吃无关系炸鸡 所以说今天呢,正好我们三个人点了一只 就给大家看一下韩国的炸鸡 哇哦,我们还点了一个菜打 这是什么?啊,cheese brew 下来 哇,外面还有雨 辛苦送外卖的大叔 往里头吐那个吊吧 嗯,好香啊 好香啊 给大家看 哇 吃过来的 烤鸡就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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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种土鸡掉了 它不会轻达 嗯 我们两个手抓好 嗯 已经不脆了 但是还很好吃 我觉得很好吃 嗯 你展一下这个 是啊 我太hun似了 吧 好 好 因为统型 在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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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现在是今天早上8点多 看我不要来吃酒店的早饭了 我想外面的天气实在是太恶劣了 所以说我们出去也没法转 然后就想着早饭吃好一点 就在酒店吃他那个早饭 他的样式跟昨天还是一样的 好,简单的吃完之后呢,去府山展 然后下午去一下海鲜市场 去吃一下海鲜 然后就简单的结束我们第一次 府山聚遇之旅 看一下现在外面的雨 人基本上已经不能打伞 大家都穿雨衣,因为这个风刮的 这个雨啊,真的是 所以今天我们一久哪也去不了 在酒店待一待,待到退房 我们就直接去府山站 然后去海鲜市场看能不能吃点海鲜 海鲜市场看能不能喝 特里面时光 然后我们进去在釜山站这边 就是简单的在咖啡厅 简单在咖啡厅坐一坐 然后等我们饿了这只海鲜市场 因为早上酒店是11点半check out 所以说大概11点左右 把房间退掉 然后打车到釜山站用了40分钟左右 我们把行李全部存在到釜山站 然后这样就比较轻松 那一会儿是海鲜市场 其实因为海鲜市场里釜山站比较近 所以说建议大家把去海鲜市场 就是那个阿渣鸡 建议大家可以把渣渣鸡海鲜市场 安排在第一天或者是最后一天 然后去海云台附近玩一玩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这有三斤 那么多 这么小一个 这个太厚了 对对 这个就 哇 今天中午就吃这个朋友 现在桌上这所有东西全部是点完我们的菜送的这个免费的 其实这种海鲜店还是蛮好的 因为外面实在实在是太 雨太大了 我现在整个裤子全部都是湿的 所以说就没法在外面跟大家拍 其实市场还是蛮大的 如果不下雨的话 我朋友来过好几次出山 他说如果不下雨的话外面还很热的 然后今天因为雨实在是太大了 我整个雨伞伞鼓鼓鼓都已经被强风吹弯了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天气有多口 好坐坐啊你 这个好好吃 比较喜欢的部位 这是海螺我觉得 好像海螺都配 生的 切片的 Oh my God 别蘸太多 那个是青芥末 亲爱的 小心冲鼻子 冲鼻子吗 还行啊 没有日本的这么狠 这个好吃 这有点像国内那种酱鱼干的感觉 但里面是那种很湿润的 尝尝 它就是鱼干的质地 就是有点硬 是吗 嗯 不是软的 发现 谁能吃吗 谁能吃吗 你直接吃啊 主标而已吧 嗯 啊 能吃吗 快点 可能是因为我们点了帝王蟹 然后水羊又给了我们一个烤 这是什么鱼啊 航花鱼吧 滑鱼这么长吗 肯定不是航花鱼 不是航花鱼 秋刀鱼吗 有点像 有点像烤秋刀鱼的鱼 哇 说话的功夫又上了一个sobis 哇塞 他这边因为点了一只那种帝王蟹 所以他送了好多乱七八糟的小东西 他给蒸完剥好了 然后就这么上 这看起来也 哇 这个肉 新鲜 活着的 新鲜 我一回吃到这么多蟹肉好爽 哇塞 这边是头 然后可以拌饭 这边还有一个海鲜汤 我的天呐 太幸福了吧 我来玩一次 这边是小车 非常好 我来玩一次 那边是这边 我来玩一次 那边是小菜 那边是小菜 我去你 看前面吧 小菜 煮 压缝到身上了吧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在山站这边 等着回首尔的KDX 这节目太高了 我们这三天的 釜山行就这么结束了 一天压我身上 下一次再见 我们这三天的釜山行就这么结束了 虽然说天空不做美了 我没能出去逛太多 不过我觉得旅游的路线 该走的我每都走的一遍 而且过的还是蛮放松的 因为没有那么好的太阳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强迫自己去很多地方 想玩的时候就出去玩 想歇着再觉得歇着 其实过的还是蛮开心的 我们这一次出来的主要目的呢 就是逃离首尔的疲倦生活 所以说其实总体来说 这次旅行还是蛮成功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这样 我们下期首尔的日常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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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